大家好 我是刘宏妍 欢迎大家来到刘宏妍讲六摇 那么这一节可讲一挂多段 因为有许多老师 他说有一挂多段 那么这个到底一个多段是否存在 那我用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来讲 就是说什么呢 在2009年 那一天我出门 办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广东赵庆来的一个学生 他让我到火车上去接他 接上 接学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自己的打印机那个喷漠墨水 以前是让别人帮我带满的 但是现在人家 不愿意帮我带满的 那就是我自己还得从头去找商家 商家的地址我都不知道 你还得去问 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 去问商家地址去购买墨水 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 我家的小孩 初中毕业 他要去他自己中意的学校 你在这个城市 我去考察这个学校怎样 所以说我这一天出门 就办三件事 第一 接学生 第二 买墨水 第三 考察学校 那么在 市面上的大师的理论中 这个就叫一广多多 三件事完全不相干了 接学生买墨水 考察学校 这三件事不相干了 所以在市面上的大师的眼中 他叫做一广多多多 但是 但是你的注意我 预测的大前提是什么 是出门 办事 这是我的大前提 大前提是我问的是出门 这是大前提 所以你这个大前提来讲 就是个出门 那你别管我今天出门 办多件事 两件事 三件事 五件事 十件事 八件事 它都是我今天出门的目的 你别管我今天出门办多少件事 一件 两件 三件 五件 十件 八件 它都是我今天出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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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的意念中 它是自然而然包含在里面的 那么我的意念就包含这些事 那么这个挂出来 它就应该或者说可以断这些事 但是从前提来讲 它就一件事 出门的 所以 一个挂应该断多少事 是取决于它采集挂的时候 它的意念包含了多少事 那么从这个前提来讲 就是一个出门 在我们这里 不认为它是一挂多段 大前提就是一个出门的 就是预设出门的 你怎么叫一挂多段呢 只能说 小目标它在意念 在起挂 采集挂的时候 小目标它是进入了我的意念 所以我们不认为它只要一挂多段 就比如同样的道理 你那个预测比赛 预测比赛它本身应该包含什么 它包含裁判 包含那个运动员 是不是 甚至还包含教练等等等等 那么你从比赛挂 你看这个裁判身体有病 是什么病 它不是本身应该包含在这个比赛挂中吗 它能够叫一挂多段吗 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叫一挂多段 它是本身应该包含在这个挂里面的 只是它与我们预测的目标不相关 比如我们预测比赛 我们肯定是预测它胜货输赢 对不对 那么它裁判有没有病 这不是我们关注的点 也不是我们要预测的点 它只是一个 茶语换后一个闲聊的话题 它跟我们预测的目标没关系 只能说它应该包含在这个挂中 所以说它不叫一挂多段 也就是说没有一挂多段 不用说你要真正的一挂多段 你测个什么神六上天 或者你测个千一挂 你从这个挂里看出神六上天 神八上天 那就真正的一挂多段了 它现实吗 可能啊 不现实不可能 因为你测的是千笔 你的意念中本身就没有包含神六上天 没有包含神八上天 它怎么可能用这个挂去断除神六上天 神八上天 是不是 所以一个挂应该预测多少是取决于它采集挂的时候 意念是怎么想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没有一挂多段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课程 是否有一挂多段 所以我们也 大家如果对刘宏妍感兴趣 欢迎关注刘宏妍 好 好 好 我们下期再见